拿太刀就不行 請問一下拿太刀 謝忌瓜跟拿太刀殺人 不要去扯別人 我會不會去承你私德的問題 我會不會去承你私德的問題 你如果要承私德的問題大家 你保護院長而已 保護院長 但是他說我驅逆民眾 那我請教你 因為我沒有PO臉書 你跟翔天的記者講話 你跟翔天的記者講話 我誤以為他PO臉書我錯了 所以我說我沒有PO臉書 就他更嚴重 他直接跟記者講 因為我忘記那個採訪 所以我沒有說謊 是因為他說我PO臉書 所以我說我沒有PO臉書 所以我說我沒有PO臉書 然後他先造謠我PO臉書 然後我說我沒有PO臉書 他更嚴重 他直接透過媒體訴諸大眾 要求立法院動用警察權 保護民眾 一個剛當四個月的立委 卻要求立法院動用 動用警察權 這麼重 好 現在可以聽到葉元智 持續的強調說 自己沒有嗆說要來動用警察權 但是王定元也是表示說 之前他受訪的時候 明明就有講過 而且兩個人也為了葉元智 被點名罷免的事情 吵得不可開招 不過今天院內也持續 七大理由的圖卡 是的 是的 那為什麼 在我們收到你們的報告裡面的時候 七項變成六項 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說明具體的原因 為什麼對外所公開在臉書上 給大眾看的是一個版本 但是給立法委員看的是另外一個版本呢 謝謝委員的發現 但是內容都是一樣的 內容一樣嗎 公文書 公文書 你講話要誠實喔 內容一樣嗎 我們都把這個 有一項都放在內容裡面來談 有一項是哪一項 就是這個 這個哪個 這個 無差別的一項 對 只有一項嗎 無差別的一項 只有一項嗎 無差別的一項 只有一項 你確定我要問你的 是不是只有一項 臉書上的PO文 臉書上PO文代表我 那是只有一個心情 公文書為主 代表心情 你們發臉書只是代表你個人的心情 當時 行政院可以這樣子嗎 這個是對於原民公開的 行政院七大複裔理由 應該是要非常審慎的 不是按照我們院長的心情來處理的 所以七大 你剛告訴我說 七大理由變六項 只改了一個無差別 對不對 我們其他六項 包括那一項都有 其他都一樣 都有放在文字裡面 我想問其他是不是都一樣 文字或許有調整 或許有調整 或許有調整 都是一樣的 調整的內容重要或不重要嗎 老師可以聽到徐曉欣炮轟說 這個卓榮泰給民眾發的圖卡 是七大理由 但是給立法院的韓文 卻是六大理由 那是不是來欺騙民眾 不過總統他也是強調 絕對沒有欺騙民眾的意思 當下發七大理由 是他心情的寫照 但是六大理由給立法院 是這個比較正式的韓文 因此七大理由是有經過濃縮 而且是比較正式的 來把這個七大理由 變成是六大理由 但是也強調這個內容 絕對都是一樣的 絕對沒有問題 那以上就是立法院的